這個小題也簡單 這個我們來看一下範例二 他說A1加2A2一直加到Nan等於N平方 要求An是多少 這有點難感覺 所以我們寫一下 例如說 A1加2A2 一直加到5A5 我們說這個4可以寫5的平方 用5代 A1加2A2 加3A3 我們就說他可以寫3的平方 這是這個數列的規則 這個極數的規則 不要說數列 好 那這時候怎麼求An呢 你要注意An 這對於總和來說可以用Sn-Sn-1 還有你要另外的把A1算出來 才行 用總和去算就好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首先用N代的話 A1加2A2 加上3個A3 一路加了N個An 我多寫幾項 加N-1個An-1 加上N個An的時候 根據提議 根據提議叫做N的平方 如果用N-1代的時候會得到什麼結果 就從A1加2A2 一直到多少 用N-1代的時候就到N-1倍的An-1 根據提議這只能用N-1的平方來寫出來 好 好 你要的An是不是在這個最後一項出現 那怎麼做 我想你們可以知道 把這兩個式子相減 所以中間 前面都約掉 只剩下N個An 會等於N的平方 減N平方 加2N 再減1 約掉以後 An 就等於2N-1除以N 好那不要忘記喔 這An等於2N-1除以N 是N大於N是N大於2的時候可以用的 又這個A1是多少 A1就是N用1代 就等於1的平方 所以 我們很清楚的就可以知道 這個式子裡面 An等於 2N-1除以N A1等於1 實際上前面這個式子 後來我們可以驗證 這件事情不一定發生 但這一題正好會合 N用1代也是OK的 這是恰好而已啦